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我是吴恒 吴恒我其实最近在看你当综艺节目 就是这个综艺节目我很喜欢看 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玩 就是密室大逃脱 然后文强在里面你的表现太好笑了 因为你很懵 然后就很可爱 所以你之前有玩过类似的这种密室 或者是这类似的探险游戏吗 我比较喜欢恐怖的密室 但我也很久没有玩过了 你是奶还是坦 应该是坦 你是坦 对我就特别喜欢去吓别人 这次我本来打算好好的吓一下他们 然后他们就一来 拆穿了 对就觉得好像没有把他们吓到 那你应该是会属于那种 喜欢跟奶一起玩的人 因为像我跟你一样 我也是坦 我就很引招的那种 我带着大家四个奶一起进密室 听他们尖叫 我是特别喜欢躲起来吓人 所以就是 那你会把NPC都吓到 我会经常去吓NPC 所以我经常在世界上看到很多那些 去吓NPC操作 也是你经常干的 对我会经常在 绕到背后去吓NPC之类的 对我可能就突然在前面 然后他们都很害怕 都想抓着我 然后突然跑不进 就消失 就在地上抓他们的脚踝 天哪你是这样的吓一横啊 你好吓人啊 对 哦原来这样 你是这样玩密室的 那我不要跟你一起玩 我不喜欢这样子 那目前只是我们知道 你的整个演绎的这种类型都很多样化 包括像是唱歌演戏到偶像舞台都有涉足了 那这些工作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我觉得舞台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可以有一个展现自我的一个机会 然后如果演示的话就是有机会去展现别人的人生 那你听说最近也在在忙着拍戏嘛 就是你喜欢的拍戏去演绎别的角色 那这些角色它很可能不是你生活中会接触到的一些职业 或者是这种类型 那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类职业或者是想角色你想去扮演呢 最吸引我的就是白切黑的角色 内心阴暗一点的 这是比较能够去有一些演技发挥空间的一些这种角色 对挑战一下 那到目前为止你参演过这么多的舞台 然后也去演过戏唱歌歌 有没有哪一个工作途中有一些经历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就是参加创造营 对然后是真的不会跳舞 所以就还挺难的 那我们也看到后面有很多花絮 看到你有在卖力的去练习 然后去不停的去锻炼自己 那是不是在镜头以外还有很多时候 你还在拼命的练习怎么着 我记得我自己最拼的时候 应该就主题曲的时候 就还真的是拼了老命 不知道练多少遍 但我肯定是练的最多的那些人 那其实粉丝很关心你 接下来会不会有发新歌打算 对最近也有在准备新歌 但我也不知道啥时候能上 我还在准备 那你跟我们透露一下 是什么样类型或风格的音乐 最近会有一首歌唱的歌曲 对或是一首还比较chill 然后比较欢快的 对比较有节奏感的 那我们稍微期待一下 这首新歌很快跟我们见面 那就目前来讲的话 你个人认为你接下来的工作重心 是会放在演戏上 还是放在音乐上 因为现在我在剧组嘛 然后至少这几个月的重心 就是把这个戏演好 先演好 对把这个角色给选择好 我觉得这是很好心态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 很多选择在我们面前都想拥有 可是能够把眼前的事情先做好 才是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走 很重要的一个训练自己的一个手段 那未来你的给自己的规划是什么样子 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艺人 我想成为的艺人就是那种各方面都去做 然后都可以做好的艺人 但是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遥远的目标 我觉得人生就是得多尝试 先给自己定下一个小目标 然后慢慢的去完成它 我刚才其实发现你 就是跟网上面讲的一点很相似 就是很多人说你在镜头前偶尔会慢半拍 所以私下性格里面慢半拍的 比如说表现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跟朋友一起相处的时候 就是会经常停顿 但有的时候我的停顿就是 就只是停顿而已 但可能我脑子里面就是一片空白 就是会停顿 但很多人说你这样很可爱 你有觉得吗 咱努力的改掉这个脑 它慢半拍的害羞了 然后稍微能介绍一下今天的穿搭吗 今天的穿搭就是比较二元性比较丰富 它是那种衣服会有两面都可以穿 就还挺有意思的 那有没有某种上单品 是你觉得你永远不能接受的 我本来之前特别不能接受那个choker 然后我还特别不能接受项链 项链为什么不能接受 还特别不能接受就是那个胸开得太低了 但是我后来发现就这些条条框框之后 好像我都在慢慢的就是去尝试接受它 所以我觉得现在没有什么是我不能接受的 所以其实风格是这样子 你觉得自己没尝试之前 可能觉得自己不适合 但尝试之后说不定莫名的适合 那这次其实我们会看到 Fendi有很多2021 2022秋冬系列的男士单品 你最心动单品是哪一个 对就是这款包包 这款包包 来介绍一下 颜色就是有点大圣灰 还挺稳重 然后又很经典 而且很能装 对 是的 我很好奇像你这样的男生 你出门带包的话 包里会放什么东西 手机充电宝 眼睛喷卧 还有就是唇膏 纸巾会戴吗 纸巾也会戴 还是一个对自己生活比较细致的男生 就是看起来是很整洁的 对自己有要求的 做艺人嘛 毕竟如此是不是 也 看了口气 也还行 看了口气 也还行 那马上要过生日了 有没有想过怎么过生日 我希望我过生日当天可以 给自己买一个 自己一直很想要的礼物 好好的吃一顿 很想要的礼物 我们很好奇是什么东西 是可以说的吗 现在还没有想 现在还没有想到 到时候再想 什么最想要 是不是 可能这段期间 我就会出现一个想要 那如果今天我们换一下 让你在生日这天 送礼物给粉丝们 会送给他们一首歌 这是好的好礼物 应该也是粉丝很想要的吧 但你这样一说 会不会到时候 很多粉丝真的到生日那天 等你发新歌了 对 然后结果发生没有 那我也没有办法 是 那就只能看我们之后 新歌什么时候能 快点上线了 我们也预祝 吴又恒 我们拍戏顺利 我们新歌上线以后 能获得很好的成绩 祝你接下来的野生事业 大丰收 好吗 谢谢你今天跟我聊天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